肥宅 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偏贬义的词 泛指不爱社交的胖子 其实我认为宅只是一种生活态度 那肥不肥的就还真不一定 一般来说像小时候 可以自己一个人安安静静玩很久的小朋友呢 长大都有成为宅的潜质 比如阿如我 我现在除了每天上班 偶尔出去旅游啊 和朋友聚餐之外的 平常大部分时间我就喜欢宅在家里 至于酒吧夜店 这都不是我的领域啦 你们不知道 肥宅快乐其实很简单 比如我躺在我的肥宅快乐银里面 喝着肥宅快乐水或者快乐茶 一手录着我的肥宅快乐兽 一手拿着肥宅安安乐 这样我就可以开心的度过一整天了 现在带二资源小姐姐的肥宅快乐车也有了 它就是2019款的奔腾T77 不过目前只有买顶配车型 才会有3D虚拟小姐姐陪伴哦 2019款奔腾T77全系搭载的是一台 最大143马力的1.2T直列四缸机 匹配到的是6速手动和7速双离合变速箱 售价并占了8.98万到13.48万之间 那么按照配置 它从低到高分为了舒适型 豪华型 尊享型和尊贵型 咱们首先来看到的是 8.98万的230TDI手动舒适型都有啥配置 外部它有18英寸铝合金轮毂 LED远近光灯 带有高度可调和延时关闭 LED日间行车灯 车顶行李架 内部有多功能方向盘 方向盘上下两项调节 8英寸彩色行车电脑显示屏 8英寸中控触屏 车载蓝牙手机互联手动空调 带有PM2.5过滤 后排空调出风口 还有植物座椅 主驾驶座椅6项 副驾驶座椅4项 手动调节 后排座椅比例放倒 6喇叭音响 安全配置 它有主附加安全气囊 拍压显示 车身稳定控制 牵引力控制 前排安全带位即提醒 辅助便利配置有 电子驻车 自动驻车 上坡辅助 陡坡缓降 倒车雷达 定速巡航 主驾驶 为车窗一键升降 带房价 国产车在配置方面 确实不需 入门车型就给了 丰富的辅助便利配置 还能连手机 后排也有空调出风口 不过气囊数 还是给的有点少了 如果懒得自己动手 没关系 那么再加1万块钱 就可以换出一台 7速双离合变速箱 为懒人省去了 换挡的麻烦 接下来是10-18万的 手动豪华型 跟手动舒适型相比 它要贵了12000块钱 它增加到的配置有 19英寸铝合金棱骨 全景天窗 外后视镜电动折叠 外后视镜加热 内部升级到了 皮质方向盘 12.3英寸全液晶仪表 12.3英寸中控液晶屏 还有车联网 高德导航 语音识别控制 自动空调皮质座椅 安全配置 它增加了前排侧气囊 辅助便利配置有倒车影像 驾驶位 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 远程启动 全车窗一键升降 带房家 这个车型相比于舒适型 就进化的非常全面了 它有更大的屏幕 和全液晶仪表 足够有档次感 而更多的便利功能 也提升了它的实用性 不过这个内饰的科技感 是上来了 但手动挡吧 就有点不搭了吧 所以再加8000块钱 换个自动挡风格 才更加一致 但是我发现 这个豪华型换上自动挡之后 它又把12.3英寸的 全液晶仪表 缩小到了8英寸 那么到底是要手上轻松 还是要眼前酷炫 大家就自己斟酌咯 反正我是已经不会 开手动挡了 再接着看到的 就是11.98万的 自动增享型 它和豪华型相比 这1万块钱 买到的有自动大灯 自适应远近光 内部又换回到了 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 加入了车内氛围灯 另外虽然是同为 7速双离合变速箱 从尊贵型开始 它匹配了科技感 更强的电子挡杆 安全方面 它有前后排 头部气帘 全车安全带位即提醒 主动刹车 车道偏离预警 辅助便利配置 它增加到了感应雨刷 这1万块钱买到的配置 除了安全方面的升级之外 其他的实用性并不高 最后就到了 13.48万的自动尊贵型 这回一下子贵了15000块钱 那它增加到的配置 有前后驻车雷达 360度全景影像 自动泊车 自动起停 主驾驶座椅 电动调节 前排座椅加热 后排中央扶手带杯架 留媒体内后视镜 还有能陪你聊天 给你跳舞的小姐姐 你好优秘 跳舞 增加了配置当中 最实用的就是这个小姐姐了 如果你买这个顶配 那你就冲着小姐姐去的 不要狡辩 我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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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又看完了一款车 我觉得配置够全面 又最实用的还是豪华型 反正顶配车型和那个小姐姐 对阿如来讲 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 毕竟我自己就是 声音好听的小姐姐嘛 要是想看跳舞的话 那我就对着镜子跳呗 那我跳的 绝对要比这个3D小姐姐姐 火辣多了 拉眼睛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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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拉拉拉